你昨天半夜不是發沒有跟我說 今天早上要安排一個新人公面談 對啊 我發的沒有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發的 我剛剛說我發的喔 你發的 機智男孩黃伯峰飾演的霸氣總裁 卻一位孔令員一不小心NG 瞬間噴笑超級反插謀 他在上班的時候在想什麼東西 什麼我上班在想什麼 還在老闆想 在老闆旁邊想什麼 不是 兩位男生我剩下 好 演出少圓劇所延伸出的愛情之場喜劇 除了網羅新生代演員高山峰也會在裡頭 扮演關鍵角色 同樣有演出的機智男孩 這回還有個重責大任 戲劇插曲將交由 鍾月軒 陳彥廷 兩位成員 單下重責 作品也展現男人面對感情 心境上的轉折 兩人也回憶起過往談感情的經驗 多數是讓時間 真的是讓時間去衝他一切 然後一定要遠離這個人 然後斷絕所有跟他有關的消息 讓時間衝淡一切 然後你才能慢慢的去忘掉他 面對失戀 陳彥廷透露通常把自己關在家 狂聽周杰倫的歌 過幾天就沒事 不過說到戲劇中最苦情的角色 他們一致認為 正可以打給歐賢明 叫歐賢明來接他 自己一個人走出去 然後對著天空流淚 哇好可憐到不行 真的是浪漫 對啊 男孩們經過時間淬煉 又一部融合浪漫幽默的精彩劇集 如火如荼籌備 也希望以崭新的一面呈現給粉絲